一直以来 电视剧中的主角们 形象都是又正面又阳光的 而这部黑色皮革手册的出现 则一下子就打破了这一传统 由吴景孝饰演的主人公 袁口袁子 是一个在银行打工的基层派遣员 每天重复着枯燥乏味的工作 还要面临随时被解冰的风险 不仅如此 袁子在晚上还要再做一份工 好偿还父亲去世前 欠下的巨额赌债 这份赌债不仅带走了袁子的爸爸 还拖累了他和妈妈 袁子和妈妈从小就生活在 被高利贷支配的恐惧中 每天过着心惊胆战的拮据日子 最终妈妈也击牢成绩过世了 袁子只好努力工作 独自继续还债 直到他从夜店的妈妈上那里 学到了这样的一个本领 就这样 袁子在日常的生活中 一边接触着各种身份显赫的有钱人 一边详细记录着他们的一切 而袁子更是在银行发现了不少人 和银行私下勾结逃税的小秘密 很快 这个秘密就派上了用场 起因是银行出了一则不大不小的丑闻 而高层决定拿派遣袁当替罪羊 走投无路的袁子 从此走上了黑暗的复仇之路 一億八千万円 お返しする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 話が違う 今日は本店の弁護士の先生も同席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 下手なこと言って君は どうぞ 訴えてください 念書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念書? 私に対して今後一切返金を要求しないという念書です バカバカしい そんなもの 書けないとおっしゃるのでしたら 私は匿名で この手帳に書いてある情報を全て週刊誌に送りつけます 東林銀行グループの大スキャンダルになりますね 由於銀行不敢声張 作次敲詐的巨大成功一下改變了原子的命運 原子利用這筆錢自己開了夜店 翻身作主成了銀座最年輕的Mamaさん 不过畢竟原子還是年輕朗壮 剛開業不久 原子就作出了一個讓自己日後後悔不已的決定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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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さんはすごいよね 銀座でクラブ経営ちゃうなんて いつも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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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 すごい 博子雖然學得很快 但是成為陪酒女後畫風大變 粗鄙破爛的形式風格 不僅攪亂了原子店鋪的高端氛圍 還私下挖走了原子的老主顧 過上了二奶般的生活 甚至還希望金主給自己投資 在原子店鋪的樓上開家更大的夜店 這一打破雲座老規矩的行為 讓原子再一次拿出了自己的黑色記仇小本本 這次原子利用波子恩寇的老前人 找到了他的財政漏洞 敲走了他為波子準備的新店保證器 然後他用了2億5千萬元的隠し預金 這一次原子利用波子恩寇的老前人 找到了他的財政漏洞 敲走了他為波子準備的新店保證金 這下子波子美夢破碎 一下開啟了瘋狂的繼承模式 原子力 奈良林先生你什麼 你什麼 而另一方面 在波子的走动下 圆子的银行前上司找到了圆子 希望反敲圆子一点 圆子自然是不理会的 但是此时上司和波子都把自己的不幸 归结到了圆子的头上 正当圆子不知所措的时候 圆子的早期优质客户跑来帮了他一把 两人还擦住了一点 若有肆无的爱情小火花 这之后 圆子会如何搞定波子和前上司的麻烦事 和客人之间会有怎样的恩怨纠葛 圆子的小本本还能否发挥出更厉害的作用 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吧